天宇一个问题 你是给领导开车做司机 一般来讲啊 这种人 大家都愿意和他搞好关系 面对着 愿意跟你主动套近乎 愿意跟你接近的同事 当然了 肯定是有目的而来的 比如说我啊 我就是 我就来了 语哥 听说那个 咱老板要上飞你莫属了 是吗 诶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录吗 比如说段总吧 他这个行程具体安排的话 就我不是特别清楚 段总吧 很忙 业务上也很忙 你看 语哥 咱俩平时私交可不错 我就问你这么点事 就问问你段总 什么时候去录 你这假意 这人一点不常量 你咱们娘有事的时候 我可没扫往前凑 我给你帮忙 你就告我呗 费那劲 这不是不告诉你 晚上咱俩可以去喝酒 我请你 但是这个我真是不知道 喝酒能告我吗 喝酒 咱可以谈别的事情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个回答还是不错的 谢谢大家 把自己绕进去了 你觉得你有必要那么费劲吗 其实刚才 问你主持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正想问你 就是你觉得开车 除了这个开车的技术之外 还有哪些职业操守 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司机来讲的话 有几点很重要 第一是技术 第二是人品 第三是头脑灵活 懂得变痛 第四是嘴炎 人干净利落 那其实这些呢 都有一个边界在 就是到底哪些该变通 哪些是可以灵活 哪些是不能够讲 就刚才像代表老师问你的一个问题 你就可以明确说 兄弟别为难我 这个是领导的行程不能说 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信息沟通 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劝你就是 我给你个建议吧 就是要把顺序调整一下 当然技术是第一位的 嘴炎可能是 也是跟他是并列的 嘴炎是 每一个企业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点 我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把技术排在第一位吗 因为呢 你已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了 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的呢 这是我认为的 也对 对 我一直对天宇的那个整个的表达 我特别欣赏 就是你的逻辑自洽 而且你对你的这个岗位的 关键绩效指标很明确 你有你的原则和边界感 当然讲到情商本身 我觉得这跟年龄阅历有关 你可以有这个发展 就是可以再提高一点 但是前面那个都非常好 好 咱们从车里出来吧 毕竟你后来就不坐司机了 是吧 然后你今天也说了 除了想找一个领导司机的岗位之外 也可以考虑销售 对 你在某这个快销品牌做店长 我看你是坐完司机在家歇了一阵 然后就去 去了就是店长吗 去了是见习店长 去了就见习店长 对 你怎么去了就能见习店长呢 这个就是说 当时的话是 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然后呢就是投了简历 然后过去面前室又谈了一下 然后他觉得我挺好 然后就是说 看你演员不错 给我提供一个这个机会 跟他来学习 然后四个月以后 就可以除去独立去接店 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因为在连锁管理企业 而且他都会有见习实习岗位 一般给带店人员 如果你的基础素养可以 有服务意识 有潜力 他都会给见习岗 经过六个月的轮岗培训 判断你适不适合 然后再给你转正 如果不适合 那可能就结束了 是这样吧 对 是这样的 对 那你花了多久转正 四个月 你们这个考核当中 你的店是排名靠前吗 还在多少 考核的话 它是整个大区 始于中间吧 中等一点 不是特别出色 但也不是店底的那种 那你个人原因的离职 是什么样的原因 当时就是说 有点做的 这个行业做够了 就是觉得没有发展空间 没有当初的热情 对 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去做了这个 携琴 对 这个就是说做协琴呢 是当时是因为 在这个快修品行业呢 是比较忙的 休息的话也是单修 一天工作时间比较长 在这儿就是说 失去了热情的话呢 就是当时就想找一个那种 事业单位 或者是办公室 就是说双修 然后早八 晚四 但是你收入上降低了很多 你认可这种降低吗 就是说有得必有失嘛 这个 但是这份工作确实是 很规律 休息呢 也比较正常双修 天一 我有一个问题啊 我看你的这个工作经历 看了那个时间点 刚好是这个 15年年底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其实网约车 已经开始陆续普及了 就是你驾驶技术也很好 然后你的这个 情商也很高 然后这个 在做这个专业性的这个工作 比如做司机这块 其实是你的特长 你为什么没有沿着这个走下去 这个首先呢 从事网约车 这个不是我喜欢的工作 首先我觉得网约车 也很辛苦 一天好像也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你当时离职的 那个时候 你的 我看你写的月收入 大概4500嘛 那我们不算 其实就是老板 给你的一些补贴 那么我就算算上这些的话 我估计也就在 六七千左右 但是如果你坐网约车 肯定是高于这个数的 这个我回答你一下老板 就是说坐网约车司机 比如说一天他赚二把 一个月是六千 对 他不可能三十天不休息 然后他从载道上跑 伪装 再跑除掉 车的磨损 他实际他剩下的钱 萧嫣你不用问他了 因为什么呢 就是他已经在这儿 反复地说出来 对双修 然后和稳定的这个需求了 他对于财富 或者是挣钱这件事 没有特别旺盛的欲望 对 找一个安全稳定 又开心的工作 你对休息有要求 是有家庭的原因吗 跟家庭原因没有关系 就是自己的原因 你结婚了吗 我没有结婚 单身 单身 对 那你现在是跟父母 父母一起 好 现在你要照顾父母 对 那你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工作地点的话 就是最好是东三省 然后就是说北上广也可以 是不是因为妈妈的原因 不太想离家太远 确实那个父母的原因 不是想离家太远 但是说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机会的话 也可以 大卫老师 就是看我们天宇前半场特别好 但是在面试的 企业家分问题的时候 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就是你在讲你的所有工作选择 一个是提到多次是收入 还有第二是发展 还有一点 你多次提到的一个词叫做 不要那么辛苦 一份工作先考虑什么 发展 发展第一位 第二位呢 第二位是收入 然后第三位辛苦 好 那你没有提到了 就是对于什么事是你喜欢的 你觉得未来的方向是 就是司机 还是说你还要探索 其他更有发展的 就是说我来到非你莫属呢 这个千里挑挑吧 也算来是 就是说觉得在场 Boss的公司呢 都是比较大的 比较有规模的 就是我来到这个非你莫属 我必须要打断你 你可能没太听懂 雅芸老师的问题 就是你今天 不仅要找给领导开车这个岗位 你还包括一个销售 对 如果是销售的话 那你这个不要太辛苦 是肯定是不能够提的 销售都是很辛苦的 我帮你一把 你都要端正一下你的态度 或者修正一下你之前的认知 对 就是你要告诉企业家 我愿意为了这个岗位 去尽可能地贡献我的光和热 而不是让大家觉得 我可以干 但是我还得休息 其实从司机的角度上在看 他说我怎么样来辛苦 其实在座的老板们 我觉得常常是可能 那个最无休的那个人 对 我觉得大卫老师想救他这件事 我能明白 但是我其实觉得 人的性格到三十 要他要改性格 其实非常难的 他性格里就有想 追求安稳和舒服这一面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就是说这个双修或者什么 希望工作都是理想的状态 包括在这个报名表上 填的理想当中工作状态 但是理想和现实差距 还是会有的 我心里也是可以接受的 兄弟我就问你一句 如果给你一个岗 甭管人销售还是领导开车 能吃苦吗 能吃苦 能受累吗 能受累 能愿意为了这个岗位去付出吗 可以 行那说到这儿 来我们的第一印象 大家看看怎么样 感谢韩一和赵小夜 为你留下了两盏灯